放置或者是拿去 就是简单的移动 其实还算蛮安全的 其实不会构成安全无语 因为这井盒可是量身定做 打开瞧瞧瓷器用大块棉花包覆 上下盖也都有棉花软垫做防护 另外一个木盒 外观已经出现多处重铸痕迹 但里面一样完好无缺 靠的就是保存文物的无酸纸 在台湾或者是香港大陆 比较常见的是像这种井盒 每一件文物它有特别的量身来定做 那像这样的木盒的话 其实除饭或者是移动 其实也都还OK 有些物件年代甚至比故宫 这次破碎的三件古物还要久远 也不曾因为保存方式或是外观材质 导致古物在盒子里自己破碎的情形 就连故宫公开的破碎照片 清朝康星小黄瓷碗 是用棉花塞好塞满 比起早期的塞稻草和木丝 棉花防护力又再提高 故宫谈言不该多物一盒 或是多合一箱 要让谷物从通铺变成独立套房 可能每个架子它都有变号 然后它就照那个变号来做区隔 那也会因应这个东西的大小 可能要存放在 不同尺寸的这个规格里面 故宫曾经公开 存放谷物的空间 真的就像来到图书馆 四成的架子每隔放六个箱子 箱子里头可能放一件到多件物件 假设我们要运送两到三个 这样子大小的谷物 那放进箱子之后 难免还是会产生空隙 这时候就要靠缓冲材料来填充 不规则或是小缝隙 就要塞这种小的保力笼球 那大面积的话 可以用保力笼纸 或者是气柱 甚至是一般常见的气泡纸 都可以来增强防护力 一层层保护 不只是价格 更是文化传承 坊间都战战兢兢守护 故宫更没道理 何中自爆 引发无限想象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 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 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 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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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次演员也太重了